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欢迎收看《月以最财经》 裁员2万人实体零售由一巨头坐不住了 大潤发最新财报据蝕16亿 5月21日晚上 大潤发的母公司高音零售 发布了自至今年3月31日的财年业绩报告 报告显示公司的收入达到725亿人民币 同比下降13.3% 归母证利润为蝕16.68亿 线上BEC订单增长4.8% 面对业绩大幅下滑和巨额蝕本 高音零售还裁员超过2万人 据悉是管理层要大换血量 在观点和人员优化的影响下 公司员工数量从去年3月底的107,785人 减少至86,226人 员工数量少了2万多 省了超过5亿的雇员开支 前几天阿里巴巴披露了今年的Q1业绩 大家调刊阿里又向社会输送了1万4千名人材 其实减完的主要都是大润法 但是对内大刀斧斧的改革 仍未能改善高音零售的业务表现 同店销售增长 这个零售行业最重要的指标 公司已连续十多年下滑 最新的年度为蝕6.6% 而就在今年的3月份 高音零售就完成了高层的人事调整 由沈辉接任执行董事兼首席CEO 前任CEO林小海调回阿里巴巴集团另有任用 根据了解在林小海在任期间 推动高音零售和阿里巴巴的全面连接 采用全渠道多业态发展战略 但是这些努力都还未在业绩上体现 沈辉上任后明确表示将会快速行动 回归零售本质 重塑价格竞争力 重回营收增长的轨道 自至今年3月31日 高音零售销售收入为694亿人民币 同比减少13.8% 这个降幅主要源自关闭长期蝕半的门店 保供业务收缩和客户团货心态消退 导致的平均下单下滑 数据显示同店销售增长为蝕6.6% 尽管线上B2C业务实现低位数正增长 但是线下营收依然是高单位数的效果 而高音零售在M会员店业务上的探索 还未带来显著的收入 直至今年3月31日 会员费的收入只是0.16亿 仗古扬州首店的会员续费率达到预期 但是全国累计付费的会员数量只是14万 会员的总数为24万 远远都未能够彌補大卖场和超市业务的收入效果 财报显示高音零售的费用和开支为204亿 尽管教堂期减少4.5亿 但是如果不考虑减值影响 费用和开支减少14.14亿 这个表明公司在降本增效方面 仍然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审徽上任后明确表示 增收降本是重中之重 楼市为盈是首要的目标 高音零售的业绩下滑也和整体零售行业 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根据贝恩公司和中国联锁经营协会发布的研究报告 2020年以来中国零售商超经营持续承压 头部上市商超企业总营收逐年下滑 平均正利润率从2021年开始由正转负 数据显示 2022年至去年 中国头部上市商超企业总营收分别是2978亿 2845亿和2729亿 高音零售面临的挑战不单是来自内部管理和战略调整 更加受到外部市场环境和消费者行为变化的影响 为了实现楼市围形 沈徽提出了加快区域布局优化和微布店的改善 持续打磨会员店的模式提高盈利能力 而在报告期内自有App大运发优先 占线上BEC营收达到大概36% 线上BEC订单量同比增长4.8%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线上渠道建设 提升用户体验和客户粘性 直至今年3月31日 高音零售一共有472家大卖场 32家中营超市和3家会员店 今年以来已经关闭了14家食堡门店 通过优化门店结构提高整体的运营效率 加上阿里一直在放风准备对外出售传统零售相关资产 所以市场一直有高音零售逆主的传闻 上一个传言是中良将会以100亿的价格收购 当时珍宜的声音表示高音零售有上百亿的现金 超过450万平方米的自有门店物业 阿里巴巴收购高音零售花了500亿港元 绝对不可能以100亿的价格出售 但如果考虑到高音零售的业务价值 债务规模和资产负债率 还有阿里巴巴急于脱手优化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动机 那就一切都有可能了 但润发的救命稻草在哪里? 往后几年实体零售行业面临着显著的下滑压压力 但今年以来这个行业开始显现出一些积极的信号 部分企业已经开始逆势上药 相比于高音零售的困境 永辉超市在今年第一季度成了业绩提升 虽然去年永辉超市的营收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2.7% 并且涉本13.29亿 但它今年的第一季度报告显示 硅模几利润达7.36亿 同比增长4.57% 这是低于商品结构的改善和商品成本的优化 在商品改造方面 永輝超市的自有品牌在報告期內 成為35.4億銷售額 佔總營收的5%同比增長8.26% 其中生鮮自有品牌同比增長41.3% 成為業績增長的重要推動力 永輝超市在供應鏈上做出積極調整 已經與101家原產地廠家合作 並建立了19個自有種植和養植基地 另一個成功轉型的案例是步步高 去年步步高實現營收30.87億 規模淨利潤蝕本18.89億 同比減市25成 但今年一季度步步高實現營收9.28億 規模淨利潤2023萬 同比實現樓洩位營 近年來雙超行業的改造方向大體一致 自林小凱上任後 高音零售開始大規模變革 一方面推動線下大漢發門店的新零售改造 另一方面布局中小型業態以後破局 同時高音零售和阿里的深度融合也持續推進 林小凱曾經表示目標是將大漢發打造成消費者 線下體驗中心和在線物流利益中心 近幾年來實體零售的復甦雖然步履盆三 但從永輝超市和步步高的成功案例來看 積極的轉型策略和創新舉措可以帶來顯著的業績改善 永輝超市通過優化商品結構 強化自有品牌和供應鏈管理 實現了業績的逆勢增長 而步步高通過調整營收結構和成本控制 成功實現了紐蝕為營 對於高音零售來說 雖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但通過持續的管理變革和壓力的深度合作 仍然有望在未來實現紐蝕為營 關鍵在於如何高效地整合資源 提升供應鏈效率 滿足不斷變化的消費者需求 未來實體零售行業的競爭將會更加激烈 企業需要不斷創新優化運營模式 才能在市場中立於不敗之地 通過整個鑑成功企業的經驗 結合自身實際的情況 制定有效的轉型和發展策略 或者在高音零售等企業迎接挑戰 實現復甦的關鍵所在 繼續推動費用和開支控制 提升供應鏈效率 降低運營成本實現增收降本的目標 高音零售當前的虧本和業績下滑 反映了它在轉型過程中面臨著嚴重的挑戰 高音零售需要在管理策略成本控制 線上線下融合等多方面 作用深度調整和優化 以應對市場環境的變化和消費者需求的轉變 才能重回增長的軌道 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我們不妨猜測 面對營收的巨額蝕本 大洋法會不會向同行標高 盤東來求救 或者說大洋法將會以怎樣的姿態持久 都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這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你們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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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